另外来看到是美牛争议不断 国民党立院党团就在昨天也正式提出了 党版修正草案 规定十年之内曾发生狂牛症的地区 包括牛只的头骨 脑 眼睛 脊髓 列为是有害人体的健康物质 没有办法输入的 至于绞肉和内脏 得要竹箱开箱来进行检测 如果发现说是没有害的才能够进口 全案排入18号的院会议程 要来进行审查